省财政厅消息 今年1至7月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3294.95亿元 同比增长12.1% 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今年以来 全省减税力度持续加大 据税务部门统计 落实国内增值税留底退税政策 当月办理退税8.2亿元 加上降低国内增值税税率减收测算 两项减税措施 当月合计减少税收收入约15亿元 从三产增长情况来看 当月二三产税收同比分别增长14.7%和4.4% 二产税收占全部税收增量的65.6% 比上半年提高21.1个百分点 在企业所得税支撑拉动下 当月工业税收同比增长11.1%